剛樂天 震撼交易 前旅日投手王毅正 身為被桃園打包送走的三人之一 經過些許事件的沉澱 和觀眾分享微妙的心情轉變 去改變任何一個的東西 因為畢竟已經成立了 那我也沒有辦法去多說什麼 那我只能趕快調適到自己的心情 選擇去接受 所以我很快 我只是會想說怎麼會 怎麼會是我這樣 冠宇啦 冠宇可能我就比較心疼他 因為畢竟好不容易有同一隊 我們知道有他的自己心情擦到快哭了這樣 畢竟比較熟悉嘛 小胖也是 我覺得小胖也是應該蠻像的 馬上就接受了 因為可能都是熟悉的人 因為過去的人 還有回來的人也是一樣的人 對 所以 不用重新磨合太多 就是可能很快就可以融入了 半傳承啊 半 如果能丟就丟 不能丟我就先慢慢傳承 趕快傳承 趕快先把這些小朋友讓他們看一下 心態的調整 三十七歲的王一正坦然接受 這從來沒有想過的生涯異動 並強調今年身體狀況很不錯 目前控球跟球速調整 達到八成滿意度 王一正希望接下來和洪總再續前緣 包括未來跟王伯榮 再次並肩作戰 能在相對熟悉的新環境展現價值 也豐富他中職的新人生 我來聽一台兩位黃華君採訪報導 臨近的20秒 我來聽到